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交纳资本增值税 三 传承转让 当你把所有权传承给子女的时候 会涉及赠予税或遗产税 以公司名义买房 一 规避风险 债务隔离 以公司名义买房时所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 也就是说一旦房产出现任何意外 个人只需要承担有限风险 自己的其他资产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二 保护个人隐私 在美国以个人名义买房产权在个人名下 那么个人的私人信息 比如姓名 联系方式 地址 信用记录 都可以在网站上查到 而用公司名义买房 只能查到公司信息 能够保证个人信息不被泄露 三 方便多人合作购买房产 如果资金不够可以利用公司和合伙人一起筹资购买房产 联合产权是以公司名义买房 如果您不想继续合作或者急需用钱 可以直接出售股份变现 四 利用不同的公司下持有不同的房产来规避风险 对于一些在美国专职做房地产投资的人来说 最好利用公司名义买房 这样才可以在投资多处房产之后 有效规避风险 实现不同房产的债务 风险独立 也就是说 当一处房产出现任何的意外情况的时候 能够保证个人的其他资产不受任何影响